為了請行政院術院長 衛福部陳部長 請術院長衛福部陳部長 今天針對我們的疫苗跟最新混打訊息來提出我個人的想法跟一些建議 首先我覺得看到我們行政院不管是官網或是在報章媒體 甚至在我們英國媒體的投稿 我們都看到包括我們行政院衛福部有這樣的一個願景雄心希望對世界的醫療做出貢獻 在英國投稿也希望台灣能夠更多做一點幫忙全球建立衛生體系 坦白講這樣的對我來說這是雄心壯志 任何的雄心壯志還是要一點一點堆疊起來 這個跑不掉了 台灣確實沒有人否認 我覺得我們台灣很驕傲 我們在醫療的科技 人才甚至醫療的服務品質 都可以講 我自己認為是世界上面 絕對是名列前茅的 那我先講 這個部長 這個針對於我們整個的一個跟國際中我們有這麼多一個願景 包括我們希望參加WA 我們有提出我們很多一個想法 我們願意在社會的公衛 國際的公衛做出努力 我想請問一下 像尤其像這樣流行病 全世界的 這樣一個病毒 這兩年來 你覺得像防疫 國際間的各國的地區 防疫間的行動 防疫的行動跟防疫的資訊 交流是不是最重要 你們的一個做法是如何 跟國際的互動 基本上當然也透過外管 那還有我們基本CTC的一些跟專家的一個聯繫 那還有IHR WHO的IHR 這樣的管道了解世界的一些疫情的情況 我覺得這個國際中的分享資料 尤其在大家 建立一個聯盟 因為病毒不認人的啦 也不認國家的啦 大家只有攜手想辦法 採取防疫的行動 這個真的是沒有國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 該分享 大家有這樣的一個義務 我們就要去做一個分享 所以特別有請教一個疾管署 我說你們的相關一個 尤其在這個今年 變種病毒肆虐 從英國變種病毒 到印度變種病毒 Alpha變成Data 都非常嚴重 我想在這樣的大家聯防的過程中 也看到 我們疾管署說 他們就包括我們指揮中心啊 專家學者來做研判的時候 怎麼研判 就是去讀這個世界 全世界 Alpha病毒如何擴散 是英國擴散到哪幾國 然後呢 Data病毒是印度擴散到哪幾國 最嚴重 然後擬定我們的防疫 國境防疫政策 跟其他相關的一個措施 包括之前有幾國 高峰鐵國家要集中檢疫 變成七國變成三國 現在好像是沒有國 這點點的都是要靠這個 國際的一個資訊的正確 對不對 當然 所以我在想 我台灣的面積 我是認同未來在國際醫療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品質 我們有這樣的科技 我們願意多做一點 但是在逐這個夢的時候 我覺得要踏實 就是今天我們疾管署所說的 我們針對於所有的病毒基因的定序 然後所得的結果定期上傳 在國際的GSAG 連戶都看到這個資料 因為各地的專家學者公衛提示 就匯總到這個GSAG裡面 裡面是一個大的資料庫 然後我們很多專家學者 學者都看那個去分析病毒怎麼跑 哪裡很嚴重 他有很多連連結的圖 給專家學者去分 但是有個關鍵 GSAG的他如果可以 準確度比較高 唯一要靠的是大家提供正確的資料 對不對 所以我不知道疾管署 疾管署這樣跟我說 會把定期上 這是你寫的 GSAG 但是到今天 15號 昨天啊 15號 我們上了GSAG 其實我每天都去看 我越看問號越大 我們台灣是這樣 我們防疫做得好 你不能只看別人的 喔這英國 美國印度 他們這個很多一個地方 我們發覺他是高風險國家 哪個病毒很嚴重 我們把他防住 那我們自己的 你說的 我們分享的一個責任 因為你要參加GSAG的裡面 有個條件 你要參與 但是你要承諾 你要能夠分享共享 結果到今天去看 我是嚇一跳 這公文 這個 登錄的數據 這是在GSAG的 你待會有空繼續查 英國的Alpha病毒 56 在網路上 幾月幾號 從今年年初 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56例 Data病毒台灣 是15 15例 15例 可是我跟我想 不可能這麼少啊 所以我也跟機關署要了資料 你們也提供給我資料 提供給我一個資料 是 但是 實際的數字 Alpha病毒是10倍嘛 將近差不多9倍半 526例 然後 Data病毒是184例 差了10倍 唉唷 因為我在想 如果 長生你們回去研究一下 不應該有這種差距 你們給我的公文在這 數據都在這 昨天才給我的數字 那一方面 GSAG的也不是我開的 網路就在那個平台上 互也參考 你們也參考 但是我就覺得這個社會責任 大家都要盡一份 我想院長 你應該認同 了解一下 到底 有數字的差距 到底差在哪裡 哪一個關卡 還是卡在哪裡 因為我們即使扣掉境外的病毒 我們發覺還是差兩三倍 這個數字對不上 但是 所以我的結論說 我們不能只看 別人的數字 我們要去分享 我想這個 院長部長 你們先回答一下 我非常認同 五言這個 但我不知道這 GSAG這裡面 他是不是登錄出來 他要怎樣的一個篩選 或者我們自己上傳的不足 做回來 後來查 那後面這個實際數據是差不多 我們現在是 都有做這些相關的定訊 我覺得資訊的正確 對於我們 未來 加入國際公會這個大家庭 是一個基本功 那第二個 這個 這個 我是想 最近五十九點四萬計的AZ進來 很多人在談 今天也很多人在談 但是我想說 我就直接談 你到底 你到底當時講的三大原則 像這一類的AZ出去繞了奇幻漂流 坦白講 你大概問你 你知道你不會講 他漂到哪裡去 還是AZ的原廠 是腦袋有問題 然後要到五個月才出貨 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奇幻漂流 然後最後漂流到 不要 也就是送抵台灣 我們當然可以打 我們也是很努力來做 我就請問一下 你這到底有沒有打破產地直送原則 因為當時BNT要進的時候 包括你 包括院長總統都有說 產地直送 那產地直送後面 我們覺得他們也配合 那這到底有沒有 打破產地直送原則 這一批 以這一批來講 我們跟AZ當初在訂的時候 並沒有什麼產地原送 因為基本上 我們都是跟AZ的總公司這往來 只要是總公司出的貨 我們都認 那來台灣我們需要做封籤檢驗 那檢驗安全合格 才會封籤籌給大家來使用 這樣的 這個院長在這 部長 其實民眾的感受 就是很單純 很單純 你知道嗎 不管是藥品 或者說 就講到市場上的水果 或者哪一些 這個麵包 快過期了 雖然用這個比喻 不太適當 就是說你不同的東西 我們也不是傻瓜 而且大家花的是 納稅人的錢 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能這樣 如果這樣 等於說 你的SOP 重新定義 定義什麼 叫做汽車 叫做新股車 等於新車 這沒有道理 因為新股車 不管是 當然AZ不貴 我知道 但是他本身 你如果 這一次合約 如果沒有簽的話 你下次在合約的時候 你好倒要為台灣民眾的健康 做幫我們把關嘛 就是說我要三個月 為台灣的權益 不要說六個月嘛 六個月有時候做不到 好歹把個三個月的關 這樣子過不過分 是不過分 可是也不見得一定有必要 像我們說在流感 像去年我們流感疫苗不足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世界各地來調貨 那要求廠商能夠調出我們需要的 但是要安全有效啊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安全有效 那這批貨來是他事先有通知我們 說效期相對的短 我們要不要 那是有估算 我們現在還有203萬 在等著打AG第二劑的人 那所以我們才說那我們要了 因為五十九萬 對我們相對203萬 應該是在安全有效的期限內 可以使用完 那如果沒有我們可能就要往後再演 那也不知道下一批什麼時候來 好這個部分我就覺得很多民眾 聽不太懂啊 你們自己去想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 就安全有效最要請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很多委員都提到 這是因為這個國內疫苗 高端要出國的 要出國的 要出國的 可能要念書的 不管是要工作的都不管 打了一劑或兩劑高端的話 你們現在一個政策就是 要補答兩劑 在一定適當的間隔補答兩劑 AZ BNT或者莫德納 這個政策也造成民眾這個很難理解 最重要我想看部長你自己理不理解 什麼理解 等一下我講這個意思 聽聽看 有說過的話 有說過的話 那這個整個還是要讓他科學的證據 能夠更明確一點 疫苗跟藥物一樣 我們吃得越多越好 絕對不是打越多劑 然後越多種就越好 很多對身體絕對不會是好的一件事情 很多種藥物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多一種的不同性質的疫苗 那當然就多一種疫苗的副作用的可能性 所以問一下說國外有採取mRNA疫苗混打蛋白疫苗 這樣的施打方式嗎 不然我們怎麼會覺得說學理上是可行的 實驗相關的實驗並不見得說一定是國外有做過 那台灣才能做嘛 那要不然台灣就永遠沒有辦法走在前面了 好部長 因為這沒有一句話是我說的 都是你說的好 但你說的話 你可以講說時空因素什麼什麼因素 但是混打就一件事 這些東西是不能變成打混的 混打 那到底你講的三個重點 第一個 我要看到科學證據嘛 就是不是要講高高端 其他疫苗人家問你半年 合理嘛 因為科學證據要出來嘛 國外行不行還不夠 國內還要住 第二個咧 這個也跟民眾講 不是疫苗打越多越好 打太多 對身體絕對不會好事 第三個咧 那國外沒有做高端 當然因為他們目前還沒有高端嘛 那你怎麼說 你說台灣自己住啊 不然怎麼站在的前面嘛 所以這問題點很簡單 跟你們調資料 機關署給我的一個資料 就你剛剛講了這麼多 我們先找科學的證據嘛 科學證據就是 現在你有八項混打的試驗 在第一類是你指揮中心委託的 其實我就好擔心 你們不但沒有超前部署 五六月的時候 包括我個人都說留學 我自己親自跟你建議的 那時候你們怎麼回答 你們自己去查 到現在為止 那你高端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表示我們所有專家學者 在這裡 在這個疫情上面變成擺設 到現在 沒有再超前部署 兩三個月之前 知道可能發生這個事情 所有的包括民間的 台大林口長根醫院做的研究 只有三個跟高端有關的 指揮中心委託的是高端加BNT 以高端作為第一劑 在台大做的研究 是莫德納高端 高端作為第二劑 林口長根醫院也是高端作為第二劑 所以現在符合你的新的政策的科學根據 台灣國外沒有 國外沒有做這個 跟高端有關的只有一個有相關 就是你委託的高端第一劑加BNT 但這算不算 當然不算 因為BNT你只打了一劑 你現在要叫他打兩劑 所以簡單來說 整個目前的計畫 你真的沒有超前部署 你說不得已 說無奈 其實人民包括民意代表 我們聽得很慚愧 我不知道院長怎麼想 就我們每天在問來問去 問來問去 想來想去 想到這樣這麼大問題 我們都沒有去想到 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覺得科學證據在哪裡 況且高端為第一劑 你還要變成高端一百分之八十四的人 六十五萬人左右 打高端已經打完兩劑了 他是主要的族群 完全沒有以高端打過兩劑再配別的 真的沒有這樣的一個研究 所以我在想說 現在你們要去做 真的 當然就走在國際的優先 可是對你自己說的話 不公平 這個你就不用說了 最後問題問一下院長 沒有我還是要稍微跟委員報告一下 等一下麥克風沒有時候再講 院長我請問一下 3月22號你打了AZ第一劑 你現在有沒有打AZ第二劑 沒有 你沒有打AZ 你現在已經三十二週了 我跟你講 衛福部現在每一天 廣告文宣 我看到莊仁槍 他們在講 拜託 現在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輩 還有十三到十二趴 一直就停在那邊 不出來啊 不出來 那我也不知道 你三十二週八個月 是幫AZ在做耐力測試 還是說 我是開玩笑吧 你也配合一下 我是講真的 今天是總執行最後一天啊 不是啊我就講 我是建議你 疫苗不夠 疫苗不夠我不搶嘛 現在疫苗很夠 現在兩百多萬 謝謝 接下來請